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 今天的警察知 上礼拜一再跟你提示 不要去乱猜高点 台国今天再度的大涨161点 再创历史新高 所以行情的架构 很简单 当指数占上13000 接下来这边变成坚强的一个底部 铁板支撑 所以看回不回 任何的拉回要占在买方 这我上礼拜给你一个建议 我不晓得你怎么逢低承接 行情真的还蛮好赚的 上礼拜台股 保佑大涨228点 尾盘胜小涨41点 他等于压回了180几点 我们告诉你 任何压回要敢买 不要因为开高走低你又怕了 是不是 礼拜四台股不够跌50点 空头一样告诉你 机会来了 机会来了 每天好像都会崩跌的机会 礼拜二开高走低 礼拜三大涨 礼拜四又压回50点 我的看法 要跟趋势对坐的会是赢家吗 所以整个行情的一个架构 在上礼拜五还是提醒你 千万不要拗空 千万不要拗空 打下来跌56点 尾盘胜小跌5点 积极的一个逢低承接买盘 其实相当踊跃 讲了好几天的一个行情 一个未来的架构 我希望今天台股大涨161点 这个利润 是可以属于你的 再创新高 1392亿 你自己看一下 连连电都可以涨停的 你还要做空吗 千万同票 连电的股本1200多亿 今天涨停了 创新高 做多不是很好赚吗 还需要去做空吗 做空真的是跟趋势对坐 对你资产 一定会产生负面的一个效益 所以我老早跟你讲过 架空只是刚开始 这行情的架空力道 至少会到明年度的2月份 大家再听一遍吗 年底之前有作帐行情 明年度的1月份 有元月下云行情 2月份有红包资金行情 至少会架到2月份 所以这个三个多月的时间 你来跟我做多 你有享受不完的利润 但是如果你还是要想放空的 我真的奉劝你 不要跟趋势对坐 基本上那些 告诉你放空节目的一个老师 最好不要看 因为看下去 只会害到你给操作 是不是 忠心的建议你 要顺势来操作 每天都有 作帐标的可以低接 每天都有 作帐标的可以低接 不管大门指数涨一点 其实我买了一档股票 亮灯 等一下再来分析 我说我在目前给予会员的一个作帐标的 都是低档区的 绝对不是胡乱带会员去追高 都是低档转折向上 马人圈会作帐标的 这档昌娥 当时有11月5号 他在190 再看一遍 低档吧 够低了吧 K线形态 是不是很丑 四根黑黑棒 伴随一根红黑棒 而且这根红黑棒是上影线的 你看得出来 它是一个落底买点吗 亲爱的观众 你学过任何的技术分析 或是K线理论 你看得出来 昌和在10月5号 190是落底的买点吗 我问你 你看得出没 我问不看得出来 ABC坡的一个修正满足点 到了关键性的时刻 告诉你190是落底的买点 10月5号 讲完之后买完之后 亮灯 10月9号 这根中长是204.5 是亮灯掌停板 对不对 当时说190告诉你落底买点 在掌停板还没有发生以前 有没有 11月9号204.5 你要先低档买 这才是真正的赚掌停 你说是不是 赚掌停 赚过段是要靠实力的 不是每天把电脑 掌停板的股票拿出来介绍 那我们家的股票 做股票哪有那么简单 做分析师哪有那么简单 党的都每样做分析师 剑老师的一个坚持 诚信实在是我的原则 坚持跟原则 你要的是 一档股票没有掌停板 还没看到以前先买好 这样不才是真的 是不是 当它掌停板之后的回档 看清楚 连续两根黑街棒 来到191 我又告诉你要站在买方 当天带 新卫人买的一个价格在189 这时间价位都跟你对过了 189一样低接 谁会在一档股票跌的时候告诉你买 就只有在下我 当天的一个仓和 收191还是跌两块半 你们看到 我要告诉你 站在买方 低接 有带你去追高吗 所以整个仓和的一个架构 来到上个礼拜四 横向整理 事物都不动了 我说续报 准备冲 所以上礼拜四的节目够不够精彩 去看一下当天的节目 太精彩了 对 太精彩了 因为讲完之后 隔天马上盘中亮灯 马上 隔天 礼拜五 上礼拜五 盘中亮灯 来到213.5 所以整个仓和 在上礼拜四 我既然告诉你续报了 准备冲了 所以新京会员 189 190没有买的 上礼拜四 193 一样低接 即将转折向上 所以上礼拜四 当然要继续的一个 做成绩的动作 相对低档 是不是 然后隔天 亮灯 213.5 又是买在掌停板之前 这边 190 189 193 买下去 礼拜五 盘中亮灯 金银昌额盘中 再度的大涨6.4% 已经来到224了 好没有 这三个位置 是不是很关键 你在盘中 最需要的指导老师是 告诉你 有一档股票 好像准备发动了 那是不是要先立马卡位 或是哪一档股票 准备下来了 是不是要去做一个 卖出的动作 那叫做key point的 一个转折 我没有给你带到 怎么创造将近30块钱利润 将近十几% 这三个位置 都是我带给会员 切入仓和的一个时机跟价位 没有错吧 你给你看 第一次11月5号 落顶的买点190 这天嘛 两根黑鸡棒打下来 怎么着做 站在买方 买189 没有错吧 是不是 买189嘛 你刚才看过了嘛 那到上礼拜四呢 即将冲出去的位置 秦老师一样告诉你 你有买的续报 对没有买的 跟我再对一个 做切入的动作吗 对观众朋友的一个照顾 我其实还蛮大方的 对告诉你 不要被洗掉 你如果被洗掉了 接下来 上礼拜五的亮灯 今天的一个大涨 将近30块钱的利润 又跟你没有缘分了 所以为什么 那么多人喜欢看秦老师的节目 我们对一档股票的介绍 跟分析 有延续性 就跟你看八点档的连续剧一样嘛 对不对 很多人喜欢看那个 三立的或是八大的 有没有 中南部的一个 伯伯妈妈 是不是很爱看的 为什么喜欢看 因为她明天讲的 可能跟今天有关系嘛 你会期待明天的一个结局 或是明天的内容是怎么样嘛 就如同你看 头顾老师的节目 你也希望 她今天所介绍的内容 明天会不会 继续延续下去嘛 如果继续延续下去 那才是真的啊 所以呢 昌和 你有看得及吗 很多观众朋友 看我节目买的 大概都买在19几啊 我太了解啊 打电话进来的 都买在195 196 197 对吧 或者是脸书社团 或者我赖一群组留资料了 我都买在190之几嘛 但你所看到我们是190 189 或是193附近买的 几乎都在一个相对低档区 都是在 所谓的激进 零风险的位置 告诉会员做上市的动作 所以呢 这不是第一道 我讲过嘛 我目前很用心在选择一些股票 都是修正一大段的 绝对不是带你去追高啊 对 有些观众朋友说他买在250以上的买在这个附近啊 这附近我会告诉你去抽热闹吗 人多的地方总是比较危险嘛 你要的是 大家都看不到的地方 带你上车 这样比较实在 是不是 这张环球金 今天涨到几块钱 今天涨到470了啦 我们当做从360开始介绍 开始带会员买 已经涨了100多块钱的环球金 我会告诉你 今天拉出中长红可以进入吗 要买吗 不行 真正要买的位置环球金 赚超过三个股本的嘛 细晶圆的龙头 当时有360 收缴指甲大胆买 记得吧 来到387.5 连续三根的黑鸡棒 回档下来找买点 360 387都可以买 今天环球金呢 已经来到470了 360在这 涨了110块钱的 我就要告诉你 环球金今天赶快去追 你追得下去吗 这种事情我也赶快做不出来 涨了一大坡了 才来吹嘘说环球金很好 甘亲合适 是不是 所以要买就买 另外一档 低档转折 刚发动的台胜科 他一样是细晶圆 这是一个三个月大底 修正了一大段 三个月大底 三个月叫大转折 今天形态刚突破 要不要买 要不要买 9点57分一个台胜科 形态突破强制表态 130附近买 57分股价印起来在130 你去对是对价 130做卡位的动作 卡位完之后呢 这边都130了 有没有 这边有没有亮灯 尾盘锁涨停136 这样我们都赚半根 9点57分将近10点钟 这个位置嘛 没错吧 这边都在130 这条线是130 这条130以下 保罪令成交 买完之后 缓步的垫高尾盘锁涨停 有没有现白现赚 所以我讲过的 大做账行情 这是一个大多脱力架构 看回不回 你要的 这是一个做多方向 不要去想任何的高点到了 不要去为自己找理由 第一档没有买 什么第一档没有买 很多人在选前 美国中文大选之前 这边不敢切入 这边大概一万两千多点而已 这边没有切入 这边怎么可以买 如果你是赚了指数 赔了一个价差 那是你选股功力不好 对 该给你方向 美国中文大选之前 我就说 选前逢低沉接 选后会扶摇直上 我讲了恩变了 你有没有听进去 有听进去的人 在美国中文大选之前 就先赚一波了 接下来站上 一万三的一个台股呢 看回不回 任何的压回 都要站在买方 很简单的一个策略 我也讲了恩变了 我也告诉你 每天都有作战的标的 可以低接 轮动轮涨啊 不可能每一档股票 都一起涨嘛 不可能每一档作战标的 它都会一起涨嘛 这种选股的一个逻辑 衔接性的一个操作 交给我啊 交给我 每天都有作战的标的 没有错吧 你看一下 上礼拜五 滑训了 过低了吧 修正了一大段 不是来到这一道支撑吗 回这支撑的买点浮现 你看一下基本面 十月营收年车上的超过两倍 基本面够棒吧 股价是不是来低档支撑 上礼拜五 十二点六买啊 时间价位跟你对过啦 对 有基本面的分析 也有技术形态的分析 价位很清楚啊 我们给予会员的一个内容讯息 绝对不是空包蛋 你所看到的是 要有基本面的分析 你才敢买嘛 要有技术形态的分析 你才敢介入嘛 价位要明确 你才买得到嘛 十二点八以下买啊 当时十二点六啊 买得到还是买不到 买得到吧 买完之后盘中大涨六点七% 是不是 那今天华讯呢 正当洗盘 尾盘再拉高 那不是很漂亮吗 所以上个礼拜我买华讯 到今天为止 你有贪金吗 你对我做当然也是贪金啊 因为你不会被洗掉啊 是不是 上礼拜我的盘 盘中压回五十几点嘛 华讯可以买 今天台股呢 感觉上涨对不对 还是有股票可以切入啊 不是台生科吗 细晶元的啊 对 环球金都可以大涨110块钱的 从三百六这边告诉你可以买 这边压回可以买 今天三百七 这才是真正的大货全身 所以整个台生科 今天 一样做介入的动作啊 三个月大抵 不是短线 所以今天形态刚突破 买在130 谁人家卫 你自己去对啊 保证定成交啊 发完call讯之后 这边都130 甚至130以下 这样有没有亮灯 有没有现买现赚 作诈行情 该跟谁来操作 我希望 你要选对轮 钱老师已经跟你讲过了 在年底做账行情结束前 我不会推出什么任何优惠活动 因为绩效比任何的优惠太重要了 你光看这个月 十月份 我们所创造出来的民营的那个利润 想不想 我还需要给你什么折扣吗 赚钱都来不及了 你还在想说那便宜的一个优惠 会帮你创造更大的绩效的一个分析师吗 绩效证明一切 希望你要参加对的一个分析师的一个内容 行业 这样对你的作战行情 会产生一个正面的效益 谢谢再回到经营现场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极客获得二十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彩色轻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 艺术在手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三线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陈鲁顾蔡老师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忠有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补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抬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作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待进保证待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小 林我公首是能追求 財富路上的良師益友 蔡老師入匯開線 0800 868 365 08 00 868 365 酒駕重新考照 需要強制加裝酒精鎖 找別人待吹也不行 要罰6000至12000元 為完成酒駕防治教育 或酒飲治療 不得再申請考照 慢車酒駕也加重處罰 酒駕林優人 內政部警証署歡迎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盘涨两块钱 给你的分析 喜欢跟你讲在前面 而且讲在前面这个内容是在股价还没动 回档的时候告诉你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正确动作 所以整个神盾买在上礼拜三这个位置 礼拜四我也告诉你 我有叫新会员再切入 那礼拜五正盾荡荡 然后会不会往上 讲得那么明确 它当然会往上 是不是 所以神盾你认为有那么容易结束吗 买在这个位置不要被洗掉 所以上礼拜五特别提醒你正盾洗盘而已 知不知道神盾的资金从哪一套资金过来的 应该很清楚吧 就是台北亚科卖出的资金去买神盾 台北亚科的资金从哪边来了 泰伯卖出的资金转买台北亚科 泰伯的资金从哪边来了 从新兴来的一套资金 我们做了这四档股票之后 我让我们高阶的会员 特别会员 财富产生倍增的一个效果 大家来验证 大家来对时对价都没关系 所以整个星星 当时10月21号 这样21%87.4卖 你看一下当时是卖的很漂亮 卖在这个位置 不卖就下来 现在反弹吗 是不是 然后新兴卖出的一个资金 换买来党 换买泰伯吗 没有错吧 泰伯做两趟29卖出 29 今天就是多少 208 差了21块钱 这边卖是不是对的 如果这边不卖又下来 像是为大会卖股票的分析师 而且卖出的资金 同一套 转买来党 转买台北亚科 这都跟你们对时对价过的 是不是 那台北亚科呢 上礼拜三这样28% 17卖嘛 那这几天台北亚科没有下来 那又怎么样 赚完28%的一个台北亚科之后 我们直接换买哪一档 换买神盾 神盾 这样有没有将近10% 是不是更多 没有错吧 所以你自己用计算机按一下 星星大概两层嘛 1.2 台北的大概两层嘛 1.2 台北亚科28%嘛 神盾大概接近10%嘛 1.2乘以1.2乘以1.28 再乘以1.1 计算机按按 两倍 等于你的财富 如果100万 经由我的一个操盘节奏 做完这四档之后 变成200万 如果是500万 就变成1000万嘛 全体的 特别会员帮金老师做见证 我们落实一档 装完再换一档的操盘任务 不是嘴 先来说的 我在跟我的全体 特别会员做见证 是不是一档装完再换一档 所以接下来神盾 将来哪一天操作完之后 一定还有下一档 一定还有下一档 你拭目以待 其实我不希望你用眼睛看的 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并肩作战 付诸行动 倍速的绩效才是你的 否则你大胆 我们吃米粉你在发生 你怎么会贪到 四档财务倍增一倍 没有任何夸张我的绩效 这一档国具被动元件龙头 当时候是第一档支撑 作战掉地之一 龙头是不是 350的买在平盘以下 时间加位是跟你对过的 350买完之后 有没有拉出中场 我说刚突破的国具还会再涨 没有说吧 涨到11月12号的395 占了45块钱 我还留着 为什么 筹码面还很漂亮 我希望他拉回 让新闻也很低接 但看回不回 跟大盘一样 真的是这样 是不是跟大盘一样 所以我为什么告诉你 大盘一个操盘节奏 有压回就要买 看回不回 你不要想说 要回到什么 美国总统大选前 这个位置 回不去了 13000已经变成铁板支撑了 这底下层层支撑 要跌破这个支撑 有那么容易吗 你还在想说 因为外国的疫情很严重 所以牌应该要下来 疫苗都出来了 你还认为疫情会影响 所谓经济的情况吗 疫苗还没有引发出来 整个一个全球的经济 数据都往上 包括台湾 警惕对策讯号灯 是绿灯 有往下吗 那现在疫苗发明出来之后 你认为疫情 对全球的警惕 会造成负变影响吗 不可能 更何况 拜登 他现在当选美国总统 他的政策之一 是要戴口罩的 他是要戴口罩的 光是口罩戴上去 我觉得美国的疫情 马上就会荡下来 所以不要去 人云亦云 不要自己下自己 好不好 所以看回不回的国据 还是不想卖 上礼拜四 来到404 创新高 涨了54块钱 要卖吗 要卖吗 礼拜五告诉你不用卖 从350到412 是不是662块钱 不用卖 讲得很肯定 上礼拜四 礼拜五台股是回党 他往上创新高 今天国据 来到420 收盘418.5 350到418.5 68块钱了 你想掌握国据卖点的 来找我 只有清老师 可以帮你掌握 国据的绝佳的卖出位置 因为我从低党区 沿路的帮你 追踪上来的 是不是 M3B赚大概一股本 这个底部很漂亮 也是三个月 上礼拜四 形态刚突破 钢期涨让要买 礼拜五盘中大涨19块钱 尾盘虽然压回 还是涨两块半 你礼拜四跟我买的 当然是赚钱 因为都在平盘之上 今天M3B呢 有没有再多的上涨9块钱 有没有持续的获利当中 所以每天都有坐账的标的 所以今天 台生科 形态刚突破 三个月大底的 买在130的 今天 有没有现买现工厂的 明天 我准备买进一档高价 这档高价的股票 我K线没有印 但是 如果你想跟的 你想要创造 坐账利润的 我会你接交信号上行列 从明天开始 我们可以一起来 对时 对价 明天见 创意比赛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二十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新法 彩色青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最佳利器 艺术在手 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专线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陈露独鼓蔡老师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利完整 空有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补局 后期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靠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代进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技巧 灵活攻守 正能追求 财货路上的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再见